目回长安,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火,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战方的话是一手龙龙,对战方是一个武装冠,变得一手大雷金刚的一个卡片,大雷金刚的话好像是高防御,但是会降自身的一个灵力啊,这样的话对于观战方而言的话,这些有点小优势啊,对战方开局直接选择热乾坤,控制观战方的一个人, 哎,对战方护盘宝宝直接逃跑,对战方人物继续出,一类疯狂扯对战方的一个前排,对战方再来一手日月乾坤,观战方现在被封了也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啊,然后给对战方丢一丢发文侠, 现在的一个版本,这个龙龙的一个出场率确实是太低了,这个龙龙啊,太弱了,龙龙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他秒的一个单位比较多,但是打这种跨幅的一个单条赛,这种类型的话是吧,这个秒的多没有用啊,神不离,包括摩天弓啊,秒三个都够用啊,甚至魔防寸啊,秒两个都OK啊, 观战方这只罚宝的话应该没需迷,秒出去的话不是特别疼 观战方这只罚宝的话因为感觉伤害不高是吧,观战方也没有对他起杀心, 观战方这只罚宝的话每回合偷个千八百的一个伤害也是非常舒服 观战方一手提进三叠,伤害还是挺可观,里皮皮对战方的一个后爬,看一看,直接批飞,这样的话对战方一回合损失两只宝宝还是非常伤,对战方这只孩子感觉抗性也不是特别高啊,是一个什么孩子,应该是一个龙龙孩子吧, 哦,坐大在阱可以从事尽了,下方打开小哦,刚呆了光, 关战方有一手锥子 可以控制对战方的一个龙龙孩子 这样的话对战方每回合 给关战方造成的一个三 一个输出的话 确实十分有限 关战方一手靠龙龟海 点掉对战方的一个龙龙孩子 关战方打得也是非常精彩 对战方继续出 感觉对战方后边的一个宝宝的一个硬性 感觉有点跟不上的呀 怎么练妖都出来了 练妖的话 因为他本身天赋技能比较多 练妖的时候会经常用 有的时候会出这种 多技能的一个练妖 所以的话也会被用着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一手联扇打三下差一点点 又再来 我的天哪 一回合输出四次 一顿操作母如火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神了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 秒过来伤害也特别高 期待都会缓 celebration 观战方是这只黄色的一个童子 罗汉 有的一批 最男方起来罗汉 关战方扛诺罗汉 秒开一下 外外游户的一个扫 秒1400 这个伤害的话,确实不是特别可观 现在的话成为一个宝宝的补贴,怪大方人物的话对宝宝造成的一个伤害也十分有限 对宝宝加上对宝宝的一个宝宝一秒过来 对宝宝罗汉没有了,一手掠钱关控制住宝宝的一个人,没有控制住 对宝宝没有重看的话,关战方秒出去,伤害就会非常可观了,对宝宝有点难扛 关战方可以考虑起下这个龙战,确实 确实龙战鱼也对龙宝的一个伤害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关战方这只法宝的话还有感知,对宝宝这只隐身虫的话还没有露头,就被这只感知虫给撬得差不多了 关战方人物继续戳,拉一只瞬机豹子,伤害非常高 是只利批还是只瞬机,就是批你的一个雷妖,4000多,关战方人物请解 对宝宝再起罗汉,我的天哪 关战方再接一手奇迹三点,打掉对战方 哇 嗯 就在那邊 感觉要反击了 对待方这只上了分光的一个魔化童子 伤害确实有点高 对待方连去打掉 对待方两只宝宝对待方的一个反击 号角吹的也是比较响 对待方这样令奇再次给到宝宝 现在主要的话 问题是观战方现在是吧 这个最后一只宝宝地厅都拉出来了 如果这只地厅取得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的话 观战方有可能就会输掉比赛 因为观战方人物的话 本身输出十分有限 对待方一直在控制 哎呦地厅也没有机会出手 这样的话观战方完了 对待方请解 地厅飞掉 行了这样的话观战方没有机会了 感觉 对待方订阅 对待方订阅 这样的话冠战方直接是被对待方给拖死了 算是封杀掉冠战方的一个人 叶语剑法都捅过了 哎呦终结了冠战方太耻辱了